她被称之为是中国版的秀兰邓波尔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 大家好 我叫程玉朵儿 今年我五岁了 我来自大连 美丽的大连 大家都说我长得像秀兰邓波尔 其实朵儿她就是小时候嘛 出门然后那个时候 我自己觉得有点像 但是自己嘛 毕竟是妈妈 不好意思说 然后出门的时候有很多就是 也有她的老师 还有那个路上的行人啊 什么看得多 都会说 哇 这小姑娘长得 好像那个美国的秀兰邓波尔 我觉得我和秀兰邓波尔的头发 还有笑的时候小姐我还会 回家起来 讨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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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兰邓波尔是美国的 她而且还会跳踢踏舞 那你会不会跳踢踏舞呀 我自编的反正是有点不像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模特科学家 爸爸让我当科学家 妈妈让我当模特 所以我就当模特科学家 现在我又加了一个梦想 就是当中国的秀兰邓波尔 让我们用热热掌声欢迎 陈宇斗儿 欢迎 好 你好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陈宇斗儿 今年我五岁了 哇 你长得好漂亮啊 你这发型是谁给你弄的呀 妈妈 你看她背后还有这么长一辫子呢 各位 哇 背后还有这么长一辫子 你妈妈好有创意啊 你喜欢吗 你喜欢这发型吗 喜欢 你是天天上学都是这发型吗 应该是吧 那你现在上幼儿园吗 嗯 上学前班 有没有学校的同学 玩你这头发什么的 有 他们都怎么玩的呀 怎么弄的呀 他们就是跟我商量摸一摸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刚刚一直说 你要当中国的秀兰邓波尔 秀兰邓波尔是谁呀 秀兰邓波尔是一个美国的小童星 哦 你喜欢他吗 喜欢 我感觉我们俩现在做快速测试题 你喜欢他什么呢 我喜欢他的头发 哦 所以你就在自己的身上圆梦了 对不对 嗯 我们来问一下妈妈好了 妈妈今天在吗 妈妈 妈妈的发型也一样呢 大家好 大佐哥哥 嘉宾们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朵儿妈妈 朵儿妈妈 朵儿妈妈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在那个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 对对对 爸爸呢 爸爸是经商的 爸爸一看就是经商的 哈哈哈 爸爸 这个每天带着这样一个女儿出门 那种感受是什么 跟我们描述一下 骄傲 嗯 没了 就是骄傲 就是开心骄傲 对对 他会不会显摆 当初显摆 有时候不太好意思 问的人有时候多 小姑娘真漂亮 嗯 哎 我又怕我有女儿就骄傲 我就说要谢谢人家 你说你漂亮的时候 你要谢谢人家 你长得真漂亮 谢谢大佐是不是 哈哈 哈哈 哎 你看他好可爱啊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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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